白化佛法是卢太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太长的白化佛法 不要被外界的环境所击倒 哎呀外面怎么样了 哎呀怎么样了你就怎么样 外界怎么样了你就怎么样 击倒了 你相信啊菩萨会保佑你的 树叶要清净 就是过去生中你们造的这种树叶一定要让它干净 然后清净下来 那么你就是消掉自己业障啊 清了就是理清了 我还你了 静我现在安静下来 我不造新业了 对不对啊 人能成佛 苦能变乐呀 一个人天天想着佛 想着菩萨 再多的苦难 它也能变成快乐 如果你众生责迷呀 就是我今天明明这个事情搞不清楚的 我就要这么做 执迷 善果不显 也就是说善良的果 它是不会显化出来给你们的 所以你们去看任何一个人执着的想做一件事情 他的善果一定不会显化出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吗 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说我一定要买这个东西 妈妈我一定要买这个玩具 你吵好了 在家里哭好了 你觉得你吵了之后善果就来了吗 就不买 如果你好好的做作业 妈妈我今天成绩考了这么好 考了98分了 你帮我买一个好吗 好孩子我帮你买 对不对啊 所以不能执迷呀 迷就是我盯住这个事情 所以修心要修到不颠倒 不妄想 妄想是什么 做不到的事情去想 颠倒是什么 明明是正的你说错的 明明是错的你说真的 所以不要去想 所以不要去想 然后呢 不要去执着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不要去欺心 什么叫欺心啊 师父跟你们讲的很少 欺心就是欺负自己的心 你们说别人欺心 你说你自己怎么会欺负自己啊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说我一定要做 你是不是在欺负你自己心啊 你最后做不到你痛苦吗 你的心是不是受到痛苦了 这不叫欺心啊 所以佛法叫我们不欺心 不要去欺负自己的内心 诚实守护功德 这句话听好了啊 非常重要 要诚实的守护功德 什么叫诚实守护功德 你说你今天有功德 你不能让他跑掉吧 因为功德以后可以消业的 比方说你现在社会上碰到一些灾难了 或者家里了 社会了 或者天灾了 你有功德你会消业的 你们不要忘记啊 那么这个业 这功德到哪去了呢 靠你守住的 你用掉了呀 我问你们 你们现在是不是 没守住很多功德了 到哪去了啦 拿出20%给这个 拿出10%给这个 然后自己做错事情 我5%的功德加进去 一会儿这样 你说你做的功德 没有守护呀 没有守护功德 等到一个大的夜来了 你就控制不住了 就出事了 那么师父跟你们说 诚实守护功德 也就是说 守护功德靠着自己诚实 为什么 做一点功德 嗯很好 我好好的保护好 老老实实 不要自己说 我今天需要功德了 我就开始去做功德 叫不诚实的守护功德 听得懂吗 因为你做了 你就用了 做了你就用了 就像你赚了钱了 你家里就用掉了 赚了钱 家里就用掉了 你为什么不能 多赚点钱 家里留一点 等到有该用的时候 再用呢 所以要诚实守护功德 才能进根本的本性当中 根本的本性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九十天中 一个人从佛而来 与佛同在 心佛合一而归 那就是涅槃呀 你的心跟佛一样 你是不是涅槃了啦 对不对呀 那么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根本进去呢 这是靠功德 诚实的功德 因为这种功德是离遇体的 就是离开这个欲望本体的 你看看一个人的功德 不能有漏的 你今天做了功德 你是为了某一件事情 某一个目的 和一个人只是在做功德 没有目的的去做 那个叫纯善功德 善德 善功德 所以 心经里面叫究竟涅槃 我们这里还没到这个境界叫究竟真理 人间就讲究竟真理 这个究竟的真理 就是我们说 无常啊 苦空无常 你要懂啊 你要让众生测见本性 你要让众生彻底的了解 这个世界 活在世界上的本性是什么 修内在的智慧和觉悟 我们智慧和觉悟 我问你们 是在行为上 还是在语言上啊 是在你的眼睛里 还是在你耳朵里啊 都不是 是你内在的境界所体现的智慧和觉悟 智慧那是看不见的 觉悟那也是看不见的 所以叫内心觉悟 要觉悟原来的本性 原来的本性是什么 从小这么善良 你们长大了 贪嗔痴慢疑 跟别人斤斤计较了 嫉妒别人了 然后挤压别人了 那么越长大 智慧越没有 天天就学着不好的事情 越长大越糊涂 自私啊 贪然了 那么怎么样叫觉悟原来的本性啊 就是反谱归真了 你要慢慢知道 损坏别人东西要赔 做人要对得起别人 要对得起良心 那么你就找到原来的本性 因为你必须找到原来的本性 因为你是清净的莲花呀 清净的莲花不是长在凶残上面的 不是长在没有智慧上面的 不是长在没有智慧 不是长在嫉妒和称恨上面的 所以 因为清净的莲花 它可以不受五着恶事的污染 你看看你们现在受到五着恶事的污染了 什么事情 自私自利 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别人 你精神上要得到解脱 你才能无忧无虑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开心了 不是有钱了 不是有名了 真正的开心了 是无忧无虑了 你看孩子的开心 小孩子 小朋友的开心 那才叫真正的开心 你看他们笑得像天堂一样 因为他们无忧无虑啊 一个人要想得到无忧无虑精神上的解脱 要马上开悟 马上开悟 你的世界就进入了佛国 就是佛的国啊 国家呀 对不对啊 你说你跟所有的人都在一起 学佛人在一起 你是不是进入佛国 你说一个很大的庙 里边所有的人都在拜佛念经 他们这个庙可能就是一个佛国呀 对不对啊 一起吃饭 对不对啊 一敲钟一起起来念经 城中木骨 对不对啊 他们不就是佛的国主吗 所以不受无虑恶事的污染 离一切众生相 一个人一定要离一切众生相 离一切众生相什么意思 大家听懂吗 就不要因为你是年纪大的啦 你是小的啦 这个人很讨厌啦 那个人很我很喜欢他啦 这些都是众生相 你心中要平等 要拥有佛的平等相 要用平等心来生活 你的心就是净土啦 所以佛为了让我们得到这个净土 他告诉我们 你把所有年纪大的人都看作你的父母亲 把所有比你年纪轻的都看作你的儿女 把所有跟你年纪一样大的 看成兄弟姐妹 你是不是拥有平等心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你想心中净土就要离一切相 把自己的心变得简单 还有快乐 你就是过着佛的日子啊 大家听懂吗 我问你们 你们生活简单不啦 不简单呀 想的太多了呀 你们不能快乐呀 如果你们天天想的简单一点 你当然快乐了 对不对呀 所以你简单才能得到快乐 想快乐 把自己的思想弄得简单一点 回归原来的信念 一个人回归原来的信念